- 泰宗庭的阿豪 哈囉大家好我是Kin 我是教頭 今天由我跟教頭來訪問 泰宗庭的阿豪以及Henry 那Lian的部分呢是負責拍攝 今天這兩集就由我們帶大家深入了解 泰國的宗教、文化以及他們的信仰 剛剛以上阿豪所講的 就是他鑽研佛牌 以及他對泰國宗教的一些理念 正面的一些想法 給大家知道說 宗教信仰是給我們人的一個寄託 但是切勿民信 你該做的事情你還是要去做 這邊我好奇就是說 剛剛是聽阿豪你對這些聖物的一些見解這樣子 那就是想知道說 那泰國的師父他們對鷹牌跟鎮牌 他們的看法又是什麼 稍等一下我去幫你請阿戰隊師父出來 好 因為你請質問他會比較要了解 這樣會讓信仰明確的去了解 其實泰國聖物是怎麼樣的 對你們的一個看法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先請師父 現在在阿豪身旁這一位師父是 之前有跟我們去墳廠取過飲料 以及還原的阿戰隊師父 阿豪可以幫我問一下師父說 他當初為什麼會想要踏上做師父的這一條 好嗎 對 今天是阿豪身旁邊做為了解 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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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他就問我 是 是 他就說 從小就很喜歡這種 泰國生物 就很有興趣想去學法 超級喜歡聞這個東西 就是看人家聞這種經濟的東西 特別聽有故众 我议议上我们给我电话 我议议我们试语 ث activ同时 如果 dal关注 让你如果 without晟 虽然没有 只能教官 但我们能帮助 我们的教度 给我安 powered isti muff鞋合胶 一起聚到了 去心里 进显 physicians 在泰國的時候,有幾個月都可以 扣臉還什麼 扣臉還什麼 他是說以前就是 那時候他很辛苦,很小,沒什麼錢 然後我就會去跟那種大師傅 去跟他們討學法 其實在泰國學法是真的是需要用錢 或者是用金子,就是他們的習俗 就是春經在去跟他們討這些法,學這些東西 然後他就去跟那種大師傅求情 想學這個法,可以嗎 然後他們就看他小小,很可憐 然後就教他這些東西 因為他會接受你做徒弟,就是很像你的爸爸這樣 他們都會稱為Paul Paul的意思就是爸爸的意思 在外政道學或者在泰國有政道學 他們都會去拜借大師傅教來 就是一個孝順的 就好,我們孝順父母,證盡我們是需要給你父母 這樣這個意思嘛,對不對 所以他們在泰國的東西是一個很正常的觀念 是很好的一個東西 就是會教導我們走正確的方向 好啦,我還想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台灣人很多就是 他帶了正牌,然後他帶久了之後 他覺得沒有效 然後他就走偏了 因為迷思,那就開始接觸了鷹牌 那鷹牌這個東西 就是在師傅他們的想法裡面 他有比正牌來的更有功效,更強嗎 他會問一個問題 他會問一個問題 他说为什么心中会带来觉得 正牌为什么带来觉得效果不好 其实我们人都是有因果前世的嘛 就是前世做不好你今天就是要来还债 就是因为你会觉得 为什么有些人做 做这个公司做的很小很有钱很出名 为什么我做同一个公司 同一个年份做为什么我不起才会起 因为人就是有那种前事业 你今世要还嘛 你就是需要慢慢去做还好了 你就会慢慢好上来 那在师傅的观念来讲 硬牌跟正牌肯定是正牌比较好 在他们里面就是佛祖下来才到父母 到古巴詹他们师傅 然后再到灰色地带这样子 属于因的啦 所以要让大家了解 其实师傅的意思是说 因牌不见得比正牌来的有效果 带正牌会更好这样子 会让你吸收改变自己的磁场 慢慢改变自己的问题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带牌我们不要 带了觉得不好我们不要 我们去请别的 其实带你要第一 请博牌你要先喝眼 看了喜欢先去了解 你看了喜欢不要先买 你可以先去了解 为什么这个佛祖怎样怎样可以去问 问了清楚 你再来看何元你再来请 因为泰国佛牌真的太多了 都好像医院在生产孩子这样每天 因为他的宗教文化很大 大到甚至很多国家都有 你无法去想象 对啊就是要看了喜欢 然后能力OK 对 不要过于去沉迷这些东西啦 刚刚师傅讲的意思就是说 银牌不见得会比正牌的更好 我问你如何 就在北京和南部各地状况 从北京都在北京都市里енный王 就是他们感触自己的剧 和足症里面有最高的感觉 剧就是一种精彩的精彩 精彩的精彩 中的精彩 它们带出让我们的苦力 给我们的苦力 直到我们的苦力 但是我们的心情就不会有更多的感觉 第二特别是 Gew二 第二特别是优三 也不会有更多的感觉 他说其实正牌会比较好 因为硬牌有些人他们配戴那种形态 有些人他是说你配戴了鬼吧 就是硬牌嘛属于硬牌嘛 你需要去跟他求嘛 以他的观念他在泰国出国外工作 就是帮他的幸福 他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拜硬牌 我们得一想二 得二想三 你会越求越多 求到你完全迷失了自己 其实这种东西越求你就越迷失自己 迷失的时候你就完全无法控制到自己 完全失去方向 失去方向你就根本很难去控制 所以他个人觉得正牌怎样都好过硬牌 所以要带正牌对自己吸收磁场更好 但是需要慢慢去改变他的心态 因为有时候我们前市中下的业 金市必须要换 每个人都有经历经历过你才有经验 你经历过你就不会再犯错 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在这里太重点过我们 在哪里情态的好 记得心态要对 心态对你做什么事你都会顺 慢慢你就看到改变 有时候真的让自己静下来一下 因为有时候真的生活压力大 每一个国家都有 只是看你用什么方式去让自己 输解自己的压力 别一点点事情就吵 一点点你都烦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就这样子讲 可是还是要去解决问题 如果当你遇到问题逃避 让你这个人就是都过不了难关 让你来讲去做更大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这种东西 其实不管是阴牌还是正牌 其实他就是一个宗教 需要正确的观念去面对这些 我自己的本身的生活的经历的问题 以上就是阿豪跟泰国师傅阿战队 今天在我们的频道里面 让大家知道泰国宗教他们的一些理念 那最重要的是 不管你佩戴的是正牌还是银牌 全部都取决于你个人的心态 因为如果你的心态不对 你佩戴了正牌 一样你还是做事情都觉得不错 那你去戴了银牌 你用不对的心态 你一样会觉得这个东西没有效 所以说银牌正牌 它都有它的功效在 但是你自己 你的心态你的角度 你要正确 这样子你佩戴什么 自然它都会带给你一个好的 那有可能你刚佩戴的时候 效果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预期那样子 那有可能是在帮你化解 你前世的一些因果 你的一些叶 慢慢的消掉之后 自然你就会慢慢的变得比较顺 那今天非常谢谢阿豪 以及泰国师傅阿战队 波控让我们这个频道来做这个采访 那让频道的观众可以更深入了解到 泰国他们宗教的理念 以及我们要如何用正确的心态 去配戴这些圣物 谢谢阿豪 阿战卡 阿战卡 好那各位观众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啰 掰掰 掰掰 留言 声援 电影